今天早上天氣好,有陽光,希望整天都是這樣 今天跟團去俄羅斯 天氣好,約定這輛車明天去愛輝 這輛車是舊的,聖聖可以等多些時間 現在出發了,去俄羅斯 現在來到關口了 集合時間快到了,所以人多了很多 左邊就是出境大橋 這個就是我們坐的船 這個就是豪華廳 中國外觀 這張就是我們的船票,115元 俄羅斯那邊有隻船,現在在埋我們這邊 我們現在開始離開中國,一人這麼多 這個就是俄羅斯的碼頭 好,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看這個百多年的火車站 現在看看火車頭 這個就是布拉哥維辛斯克市的火車站 人頭很少 我們這輛車就停在那裡了 這個就是售票柱 這個就是東正教堂,很漂亮 一個教堂要200勞保 即是20元人民幣 就接完婚了 接婚很多人 接婚了 他們接婚了 這就是勝利廣場的外旋門正面 好了,現在一個人都沒有了 我們今天吃飯就在這裏了 這裏就是我們17個人吃飯的地方 俄羅斯西餐 這個列寧廣像的背面 前面都看不到 好了,現在我們去逛商場 我們現在去另外一個小型商場 紀念品 好了,我們現在就到海關了 我們現在回國了 一天的行程到此為止了 我們現在又回到布市的海關了 拜拜,俄羅斯啦 加速店 這個叫列寧廣場 我先走了 這不是那隻嚅? 這不是西餐的嗎? 現在是市場 這不是西餐嗎? 就這不是西餐 這就是西餐廣場 這就是西餐廣場 再過來這邊好像是甚麼工人 在這裡 繼續走 再過來這邊真是勝利狼車 很漂亮 這邊是俄羅斯的勝利廣場 這邊是我們中國的不停開發 現在正在俄羅斯的堤壩 我們現在去海邊走走 看看能不能進去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中俄自由貿易城的後面 那邊還做一個好像碼頭的地方 上茂城再過來這邊 就是那個摩天輪了 這裡是不准下去的 只不過那些人 把它拆開了 然後我們就沿堤壩而走 工程也挺浩大 繼續走 對面勝利廣場的音樂 都可以聽到 這裏 我們現在走這條路 水泥都未乾 所以我們就走泥路 我們就在這裏出回來了 就在商貿城的後面 好 回來找老婆先 然後在商業城的旁邊乘搭巴士 然後在商業城的旁邊乘搭巴士 這麼多輛不知哪輛開 這輛開著冷氣 這些叫做菇鳥 外面就是這樣 裡面就是這樣 太陽的冷氣 太陽出來了 太陽出來了 這間就是我們酒店的酒廊 每層有7間 我們是最後一間 我們是最後一間 在黑龍江最後一天遊玩了 我們現在來就是 中俄民族風情館 今天我們現在來到俄羅斯風情街 影視風情 俄羅斯風情街 就是拜訪完畢了 這個展覽廳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大門口裡有個梅花鹿 參觀完畢 走人了 這條柱是喜怒哀樂 這條遊客中心 這條遊客中心 其實我們應該一早就來 黑河風運 這條遊客中心 其實我們應該一早就來 黑河風運 黑河風運 這條遊客中心 這條遊客中心 這條是整個 陣列館的 llevett 這個就是愛輝古城 已經沒有了 即是代表1858年 愛輝古城被位 愛輝古城歷史陳列館 參觀完畢 沿路走出去 黑龍江北大方知青文化產業園區 我們下午來參觀的第二個景點 終於是四點鐘參館 他們是四點鐘出來 連汁都撈起來 上車走人了 今天的行程到此為止 這是第三個景點 不停拍一拍照 好,我們現在回到市區 行步行街 這就是步行街的源頭 現在還未到夜晚 所以沒什麼當攤 三天兩夜的黑河 終於來到,拜拜了 我們今晚搭夜車走了 今晚我們搭九點鐘車 來看見 這個殺暴素 有反光 可能有些你看不清楚 有反光 由火車站看出去 哇,你看看燈光光光 多漂亮 那邊就是殺暴素的雕像 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你看看大廈 多漂亮 夏伊賓 我們又回來了 這次是第三次了 我們都是過門而不入 上次我們晚上來 所以見不到什麼 現在就日頭來到 好,看真點了 這個就是哈伊賓 賓江車火車站 那些就是這架車了 差不多十二個小時了 賓江車站 哈伊賓 賓江站 夜馬黑真是看不到 那晚看不清楚地 現在日頭再看多一次 這個就是我們三個火車站 都不入的哈伊賓 我們現在又去轉車 就不在這裏 那個站就夠大了 但是地全部爛溶溶的 在這裏賣箭 真是一流 中國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西站 我們今天走了三個哈伊賓的火車站 賓江火車站 哈伊賓火車站 哈伊賓火車站 和這個哈伊賓西站 但是都沒有在哈伊賓停留 過門而不入 這個站的配套都幾好啊 巴士站就在西鐵站 旁邊 裏面就是去哈伊賓各地的客運站 所以很方便 哈伊賓高鐵站 周圍 高樓大廈非常之多 因為新的發展區 好多美 我們現在到了瀋陽北站 瀋陽北站 這個就是北带河站 哦 這個就是北帝河站 這就是北帝河站 這個就是北帝河站 這個就是北帝河站 好多站站 那些站站站 這全部都是燕民 哇,我們未來過,好像是來過的 又到了北京西站了,但為何沒甚麼燈光呢?失色好多 我們現在要搭901回深圳北 我們是2號車卡 回到深圳北登站了,下全都行程,到此為止 深圳北站是其中的大站之一,有幾大